上一集我就和盛盛为大家介绍了龙脊 今集如果你未够猴的话就是延续板 我们会先上河咀山之后 再经波板脊落石澳沙滩 给一点时间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swallow猪椰猪 我的频道除了会讲解行山路线之外 也会讲一些行山的小贴士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做以下的动作 点个赞再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 由饮水到回到大马路之后 我们就沿河咀道一直向前走 去到巴士站的位置 其实那里就是我们今天的起步点 因为和盛盛拍的片段 有点问题出现 所以今集我们就改由花花出场 路线方面我们也加长了 阿花你今天去哪里? 石澳 爬上去 你今天会说什么? 待会带你 石澳 好 温馨提示一下 如果大家是不会走龙脊 想直接走今天介绍的路程 河咀山至石澳路段的话 其实搭9号巴士或者黄车 直接在河咀站下车就可以了 今天的路况有很多都是 大石面临路 大石面临路 所以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石面走的时候 临路的入口方向在哪里 另外我们今天下石澳的路段 是需要经过波板 会穿越一大块的石墙 所以走今集的路段 一对安全的行山鞋 是很重要的 未来上山的路段 会为花花家插一些 特意要他走石墙的位置 除了是帮他测试对鞋的抓地力之外 也要测试一下他的平衡力 和他的胆量有多大 因为未来做小测试的位置 他如果过不了的话 我们上到河咀山标高柱的位置 就会改行另一条落河咀的路线 那一段路就比较容易 而且比波板借没那么危险 讲回今天的路线资料 今天的行程大约是3.3公里 总共需要上升270米之后 再下降380米之后 全程大约2个小时可以完成 我今天和花花就足足玩了3个小时才下山 因为这里的风景真是好美 环境漂亮 停下欣赏的时间就自然多了 另外 扮导赏员的工作 我都尽量将地理位置介绍给花花 说个秘密给你们知道 由起步10分钟开始 花花就不停地说 好美好美好美 漂亮到下山那一刻 这些就是行山的乐趣 今集的路线上升位置和难度都不高 但是就有很多提升行山技能的位置 对于走开交游径的花花来说 今集的路程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讲解完怎样运用它对鞋之后 我就立刻锻炼它的伸手 刚刚这个石墙位置 其实在它的右手边是有山路走的 但是如果天气好 石面又干的话 我的个人喜好就比较喜欢走石面 因为刚刚石面的位置不是那么斜 而且凹凸位都算多 最好的一样东西就是附近的环境是比较安全 千万不要在圆崖位置这样来试 对于一些比较新手的朋友 又或者只行习普通山路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地方 因为我发觉有很多怕走石面的朋友 都会有以下的问题出现 未走已经有一千个不行 在这个情况下 第一样东西要教它 就是用手去摸一下石面 通常这些石面是比较乱 如果你是穿一对比较安全的行山鞋的时候 其实对鞋已经锁了在石面上 接着就是重心问题 我发觉很多时候上斜的时候 大家就将力度放在鞋头 下斜的时候就将重心放在鞋尾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 将整个人的重心放在脚掌上 你整对鞋大部分的位置 就可以扣在石面 就可以很轻易地上到这些石墙 还可以测试你对鞋的咬力够不够好 继续讲回今天的路线 因为接着我们就会去到 鞋嘴和石澳的分岔路口 如果由鞋嘴巴士站出发 到分岔路口这个位置 慢慢走的话大约需要50分钟的时间 由转弯之后 到我们去到鞋嘴标高处的位置 这段大约350米的路程 是需要上升大约40米 需要大约12分钟的时间 来到这段路的位置 间间断断会有些比较矮的树位 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大海 接着我就会听到花花说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只要够回答它 前面更漂亮 在这个时候 讲回地理资料 鞋嘴是属于石澳尔南的一个半岛 亦是香港岛最东南端的一个海角 是一个海岸保护区 有部分路段 其实是属于香港大学的太古海洋研究所 和电台发射站的范围 是属于私人地方 所以一般的公众人士 都是不可以随便入 哇 这么快又到了标高处的位置 来到的位置 因为有很多大石堆 标高处的位置是需要攀爬的 大家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为了拍照而令自己受伤 拍完照之后 我们就要沿路折返 因为未来的分叉口位置 左手边就是下去鞋嘴的方向 而我们就会走回右手边的方向 经波板直到石澳的位置 继续讲回地理资料 鞋嘴这几年 真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胜地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受到传媒报道了之后 路线简单就这样一条大石屎路 而且河嘴的位置交通方便 我们现在的位置 其实在这个河嘴山的山顶 刚才标高处的位置高度大约是325米 旁边还有一座卫星发射站 所以都是一个打卡的热点 由标高处位置出发 到我们去到石澳沙滩的位置 这段大约1.8K的路程 总共需要下降325米 慢慢走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而我们两个就带着一个很郊游的心情 总共在这条路程里面 玩了一个半小时 温馨提示一下 今集的片段 会将大部分的临路 和比较简单的路线都割走 留下一些比较容易认的地震之外 部分比较难或者是要下降 攀爬的位置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来走的时候 真实路况是会长很多的 那在下山的时候 就说一说行山的装备先 今天的路线 有很多石墙的位置可以走 所以一对安全的行山鞋 是很重要的 整段路的麦林位置都比较多 所以就建议着长裤比较安全 防风防雨的外套 我们拍摄的当日 阳光普照 但是就很大风 可以去到海边的位置 带多件风衣是会比较安全 戴上对手套 保护一下双手 因为今集的路程 都有几多路兜在这 这种有刺的植物 最好就戴上对手套 以防万一不小心碰到它 另外在石墙的位置 下降的时候 有手套都比较安全 最少两公升的水 按照不同的天气 和自己喝水的量 而增加 虽然今天的行程不是很长 就算吃饱了才来行山的话 都记得多放两粒糖 或者饼干在袋里 以防万一 接下来的位置 因为拍摄出现问题 所以就用之前和盛盛拍的片段 因为这一段 入临的位置 尾段是会有一个分叉路口的方向 而我们就是要右转上山 再左转出山脊的位置 辛苦了 谢谢星星 继续讲述装备的事项 今集路线有一半的位置 在叢林里面 但是也有一半的位置 是完全曝光位 所以在好天的时候 曝晒的位置都有很多 太阳帽 太阳眼镜 防晒皱 还有最重要的那样 防晒箱 紧记防晒箱是在出发前半个小时 才可以发挥最好的效用 另外要记得塗颈背的位置 除了要预早塗定之外 记得带在身上 用来补装用的 接下来就是炆帕水 如果你和星星一样 都是很多炆针的话 记得常备炆帕水在袋里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很早期了 和花花宝拍今集 河嘴的路段的时候 又遇到有看我的影片的Ricky叫我 告诉我 跟我的路线 去找到那棵漂亮的树之外 拍完合照之后 再传给我 谢谢你 大家行山的时候 如果见到我 记得和我说嗨 还有最后两样重要的装备时刻 有电的电话 还有很重要的地图 同行的队友 最需要一个懂得看地图 因为我们现在行的是 非官方路线 不是一般交游径 或者官方路线 是会有路牌指示 对 队友懂得看地图 而自己不懂得看地图的话 最少都要懂得看自己的所座位置在哪里 今集的路线 比较难的位置 除了在标高处位置有些攀爬位之外 就是整段波板脊 开始下山的位置 因为下降的位置 沙石化其实也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落石的位置也比较多 安全的做法就是 謹记找到三个平衡点 再移动第四个点 慢慢下降 这个时候就讲解一下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石澳 石澳可以说是 香港道区其中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除了旧有的建筑物特色之外 近年已经变了充满色彩 整个欧洲小镇 大家小巷都成为游客 和文青拍照的打卡热点 除此之外 还是拍婚纱的热门性地 最出名的南桥 在2018年的山竹打倒了之后 今年也重新再开 最出名的石澳沙滩 和露天的餐厅 一到夏天的时候 就逼满了很多人 最后就是出名的石澳烧烤墙 无论一年四季都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烧饭吃 行山路线方面 除了有最热门的龙石 还有鹤咀 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容易简单行的路线 但是景观就是很美的地方 另外就是南桥连接的大头洲 都是比较容易行的山路 而我们今天走的路线 是河咀山 下去石澳位置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到的波板石 也是唯一一条可以走山路 直接通往石澳沙滩的山路 过了这堆大石之后 我们会再转多一个弯 就进入我们今天最难的路段 也是最好玩的路段 波板石的位置 等于去到比较高的位置 又或者篮下降的位置 就在捉紧三点位 再移动第四点位 自己看路吧 为什么不相信你们是 那是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海洋道 那是这里那边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海洋道 是在一个海洋道 那是在一个海洋道 那是那边 我们下海洋道 北海洋道 我们下海洋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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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看我 小步就小步 只能走 你会感觉到你的鞋 走过来 你会感觉到你的鞋绝到 在这里 前后 八字一点 前后 放不住重心 左脚 把重心向外 咬了 放不住 下山向后聊 为什么脚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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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揮手 波波碧完成 恭喜恭喜恭喜 完成波波碧 是波板垫 是波板垫 恭喜花花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离开了波板垫 我们今天最难的路段 已经完成了 之后的路段 都是落到沙滩的位置 这段大约120米的路程 慢慢走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下去了 一直沿着左手边方向 就可以去到沙滩的位置 今集的路线又差不多了 如果对影片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 再订阅 还有按钟仔 我会不会错过我的影片 接下来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 再次感谢花花 我是SWALLOW猪 野猪 下完楼梯之后 过了这间小屋 我们就向右手边方向转 就可以去到沙滩的位置 阿花你今天走完了 对于今天的路程如何 对于今天的路程如何 漂亮 好漂亮 好鬼漂亮 除了漂亮呢 不过反正 有点压底 还有 有点信心是没问题的 易走 对于我这班来说是很合选的 不过是有点压底 好 好 好了 拜拜